近日,肖战频频露面,也频频传来捷报,每一次出现都会给大家带来惊喜。 另外,在惊喜之余,肖战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感动和思考,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,保持什么样的态度,值得思考。 值得一提的是,有多达三家官媒,先后点名了青年演员肖战。 关键是推荐肖战的理由都是一样的,也就是肖战的访谈内容。 中国网直播,前江晚报和成都商报三家官媒,先后点名了肖战。 转发的视频和文案都是一样的,核心就一句话,作品是演员立足的根本之道。 对于青年演员肖战来说,他所保持的态度就是这样。 更重要的是,肖战的做法和想法保持一致,也就是言行一致。 这也是青年演员肖战能够得到认可的重要原因。 肖战传来捷报,有多达三家官媒,先后点名了青年演员肖战。 对此,粉丝们纷纷表示期待,期待青年演员肖战后续的表现和作品,相信不会让我们失望。 目前由肖战,吴轩怡主演的《斗罗大陆》就在热播当中,肖战虽然谈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,紧张导致有些地方不够完美。 但总体来看,肖战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,《斗罗大陆》也比较成功。 作为演员,肖战本身就非常优秀,但他仍然在努力,他自己害怕迷失。 所以,当主持人大方称赞肖战的时候,肖战总会刻意回避。 在肖战看来,自己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,还需要不断努力。 肖战这样的态度和行动,确实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。 如今,肖战越来越得到认可,也频频传来捷报。 很多权威媒体,也都点名了青年演员肖战,或是因为肖战的正能量语录,或是因为肖战的作品等,总之都是好的一面。 另外,期待肖战后续的作品,包括和杨子合作的余生,请多指教。 备受关注,向肖战看齐,向肖战学习,为我所用。